他原来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律师 九一年来美国以后 因着上帝特别的爱领到他 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助 所以他今天晚上要跟我们来分享 他是怎样成一个从一个律师成为牧师的 相信特别是对我们刚刚踏入美国 或者是来美国很长时间 但是呢一直还徘徊在上帝的门口之外的一些朋友们 一定会有新的一些对信仰有一些新的认识 包括在今天晚上借着他的分享 让我们被圣灵感动来感动我们的心 他是九一年来美国以后 然后到在信主以后到耶鲁大学的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 出来以后自己又成立教会 就在教会服侍 现在在洛杉矶的教会服侍 现在是全时间的一位牧师 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侯君丽牧师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晚上好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聚会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全是恩典 刚才唱的这首歌是说你的恩典就像星星一样数都数不尽的 是讲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恩典 那今天呢凡是我们能够坐在这里的都不是偶然 都不是偶然一定记住这句话啊 不是偶然你到这里来了碰巧什么人认得你到这里来了 其实呢以后你会慢慢明白今天能在坐在这里我们彼此相遇就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呢也在借用这首歌里另一首歌刚才有一句话很打动我 他说的是说耶和华其他大事是要什么呢是要成全成就 我的事是我们自己的事 所以上帝跟每一个人之间那个关系是非常personal 是非常个人化 所以要记住这个恩典是给你的是给我的是给我自己的 所以呢我们能够抓住恩典你就享受恩典 如果你没抓住恩典你就跟恩典就擦肩过去了 我相信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我只能告诉你们是因为上帝恩典的缘故 那今天呢我也很有幸坐在那边来享受这些美食 真的非常今天饭做得非常的好吃 所以跟旁边的一些学生也有讲话 坐在一起聊一聊讲几句话话虽然不多 但是我们能坐在那里一起讲话对我来说是恩典 我能够认识你们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上帝的恩典 对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也许我们在座当中很多年轻的学生呢 还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圣经都没有关系 以后有的是机会因为你们还年轻 也许我们在座当中很多年轻的学生呢 也许我们在座当中很多年轻的学生呢 这句话呢是在哥林哥后书里面 第五章第十七节它是这样讲的 它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已经相信上帝在基督里面了 那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就是过去 无论你多成功 无论你多失败 都不要紧 全部都过去了 一切都成新的 从今天开始 这都是新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就是早一点点 永远放在新这个字上 新的 我们是基督里面新造的人 旧事就全都过去 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是 我看到了很多年轻的学生 一看到你们呢 说不出来就有一种感慨 我刚才跟师母有讲 我说这个家庭很可爱 老到老小的小 好像就缺我们这中间 但是呢 我往中间一站了 我就觉得 哎呀好像我也很快加入到 丽不边去了 跟年轻人就很快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个感觉 常常在想 对我的侄女啊 或者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孩子 所以老觉得自己长不大 所以看到那些年轻人的时候 越来越发觉 我们跟她的语言 言语上 已经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她讲的话 我全听不懂 我发现我讲的话 他们也听不懂 所以之间呢 就开始有一些沟通的困难 所以我就常常想 这么多年轻人 那我能跟大家讲什么呢 我讲的大家 是会觉得明白吗 我想呢 其实明白不明白都不要紧 重要的是我想今天呢 就讲一讲 讲一讲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讲一讲我跟上帝之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 我以前是学法律的 在中国大陆 我是在司法部 那时候有的中华成果律师协会 我在那里做律师 做了很多年 也办了很多案子 八九年民运之后呢 那我们就九一年 就来到美国 在美国呢 我可能什么都想过 想学这个想学那个 什么都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读神学 我也想过做这个做那个 从来没有想过做牧师 所以呢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居然做牧师 能够去读神学 相信这就不是偶然 就不是我选择 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是上帝拣选 是上帝的恩典 那么我们就开始 从头讲起 从头讲起 因为我们时间 我看到时间还挺富裕 所以我们就可以 慢慢地 慢慢讲 不着急 我呢是 在中国 是刚才说 我是学法律的 我为什么要学法律呢 也许我们在 我们在座当中 很多年轻人 已经不知道 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 后地你们还年轻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都到乡下去 叫上山下乡 听过没 我们叫上山下乡呢 就叫插队 我记得我 我上大学的时候 为什么选择学法律 就是因为我在乡下 遇到了一件事情 给我的震撼 在我人生当中 有几次事情 对我的人生 抉择 有很大的影响 宣法律是第一件 为什么呢 在乡下 你知道乡下 去干活 所有的人都要 都要集中在一起 生产队长就要分派 分派你们做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 那每一次 谢谢 每一次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发觉 在那个人群当中 有一个面貌被完全毁掉的 一个女人 或者说非常丑 面貌整个被毁掉了 这么一个女人 她总要盯着我看 开会的时候盯着你看 分派活着盯着你看 只要人群聚在一起 我坐在哪里 她那个两个眼睛 就直直地看着你 我每次被她看得 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我就常跟一个 人讲说 那个丑女人 她老这么看我 看我后背发凉 结果你知道 村里的另一个 乡下的女人跟我讲说 她可不丑 我就觉得奇怪 她丑成那个样子 那个面目 整个都被毁掉了 怎么会说她不丑 她说她可不丑 她说你可不知道她 她说她当年 在我们这一带 就那个乡下的那一带 是出了名的美人 这句话就给我震撼非常大 我想这个人的面目 怎么跟美 能够挂在一起 我怎么也不能够想象 想都想不出来 她可不丑 她是我们这一带 非常非常美的大美人 她嫁到我们村里之后呢 因为她的先生去 她老公 就是她的丈夫呢 那个时候也不叫老公 那时候也不叫丈夫 她的男人 她男人呢 要去参军了 当兵了 她男人当兵 要走了呢 就有一件事放不下 什么放不下呢 放个漂亮太太在家里 她一定心里不舒服 就是不放心 商量来商量去 两个人同意的 两个人同意的 就把太太的面目毁掉 不是吧 你看你们都很震撼 这件事当时给我的震撼 不是只是这么傲一声 我当时真是站在那里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就在想 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人 可以把自己的美丽的权力 就这么轻易放弃 那么我也不能够相信 世界上怎么有那么愚蠢的人 怎么可以随便的就把别人美丽的权力 就夺走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 是因为人很愚昧 人没有文化 或者说没有教养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这件事呢 是给我后面 后面我有机会读大学的时候 做这个抉择 就有很大的影响 我就想说 将来如果我能做什么事 还能做什么的话 那我就希望我能够帮助这样的一群人 懂得怎么样来保护他自己的权利 他美丽的权利 他生存的权利 也就是说一个人活着 他是有他的尊严 他是有他的各种各样的权利 他需要来保护自己的 也让一些人要知道说 别人的这种权利 是不可以随便被剥夺的 那个时候我想的非常简单 我管我们那一代人叫做 我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事情 一想就是非常理想化 所以我们的理想呢 就是说将来我学法律 我做律师 或者我做法官 总之做什么 做检察官做什么 我可以帮助这样的一群人 可以懂得让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后面有机会读大学了 我就没有怎么决定 就决定去学法律 你知道哈 学法律呢 这是我们想的 我们很理想 真正呢 我们大学毕业之后 这个我们刚才还在讲哈 我们那个年代毕业 不像你们现在 要自己去找事做 找还找不见 我们 我们那个时代哈 是不需要你 你找 找任何地方 是各个地方来抢你 你想不去都不行 我们常常 最大的困扰就是 我不想在那里 就拼命留你在那里 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的真大 今天是说 我想去去哪都没有人要哈 所以呢 每个年代跟每个年代的 挣扎都不一样哈 但是哈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们大学毕业之后 那么我就去做了律师 你知道哈 做律师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哈 很 很有一些自信 觉得哎呀 我们年轻人哈 可以终于啊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制度 我们可以尽我们一点力了哈 可以伸张点正义哈 等到你真的进了法庭 你就发觉哈 那里面没有什么哈 不像你想的那个正义哈 不像你想的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容易哈 那么清楚哈 法律是很清楚哈 人很不清楚哈 所以呢哈 这个官司打起来呢 就一定不清不楚哈 所以每一次哈 这个这个 这个案子来了以后哈 你就虽然是非常的辛苦哈 打得也很辛苦哈 天天的不管是民事的 行事的各种的案子哈 那时候我们后来就分类分类 然后最初在行事 后来又到民事哈 后来又到经济哈 总之就国家把你分派到不同的 专业这个组里面去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哈 不管是什么官司 打得你心情非常的不愉快哈 你打赢了哈 我说这个人你不要惹他哈 这个人厉害不得了 你说你打输了 他就不要惨 以后不要请哈 这个人我都不得了 总之没有好的哈 所以呢我记得哈 我记得我的小侄女 很小的时候哈 他有一次说 你长大的要做什么呀 别人问他 他说我要像我姑姑一样做律师 我说打死你都不可以做律师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是说这是开玩笑 但是我是说我做律师的时候 我心情可以说 没有一天是开心的 然后我的同学哈 见到我以后说 哎你现在在哪呢 我说我在哪呢 哎呀那好以后以后 有官司找你 我说你最好别找我 你找我一定没好事 果不其然哈 离婚的来找我 跟家里分财产的找我来了 总之没有一件高兴的事情 是来找我 都是不高兴的事情来找我的 这就是我做律师的时候哈 嗯 有没有打赢官司的时候呢 当然有哈 打赢了也不高兴 打赢了也不高兴 因为跟你所想的哈 你所要变的 所要达到的目的 还是有差距 所以呢 你就会看出 在那个时候哈 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我们过去那个理想 过去那个理想 跟现实 那个时候才知道说 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那直到了什么时候呢 嗯 就到了1989 提到89年呢 一晃就20年 20多年过去了哈 嗯 很多人 嗯 我不知道你们都是 就是在做的什么什么什么80后90后的哈 是不是啊 嗯 总之那个时代哈 嗯 很多人不愿意再提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哈 我的先生在讲这个当时的事情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 我们不想知道那时候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要讲啊 嗯 嗯 我呢 也很怕你们站起来告诉我说不要讲 嗯 但是我得诚实的告诉你哈 我抹不掉这一块哈 嗯 因为这是我一生当中所经历的 就像刚才好我讲的 在我插队的时候 有那样一个女人啊 她生命当中发生了那么大一个悲剧 我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就是说抹过去 我当没有存在一样 我没有办法 我必须面对 所以呢 八九年的事情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段抹不过去的事情 我必须面对它 嗯 对我来说我的家庭呢 嗯 不是一个反政府的家庭 我们家 我到现在来说哈 呃 很多人 有些人啊 这个说你们这群在国外信主的这些 呃 呃 这些都是反政府啊 或者说是民运的啊 什么这些啊 我我没有任何啊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啊 take size 这样子 我只是我们自己的 我自己的家庭 我是军人家庭出身 我自己的背景 可以说我们是受益者 啊 可以说在这个国家成长 我整个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 我是这个国家的受益者 我没有任何的道理 也没有任何的理由 可以来说反对这个国家 反对这个政府 可是啊 你知道吗 因为我在那边做过一段时间 哈 我看到过许许多多 让人不如意的事情 特别是执政党 现在的光景 我常常在想 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支持他 啊 你让我怎么热爱他 我只是在心里啊 只是觉得对这个国家 有一个亏欠 有一个亏欠 但是你说我还支持他啊 支持他所做的一件事情 支持他啊 现在的这些贪呢 这个这个赢呢 这个乱呢 这些你 我没有办法来支持这些东西 只是说 我没有理由来反对政府 我也没有道理去支持他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说 这个国家到底需要什么 到底需要什么 现在在进国家生活的这些人 到底需要什么 这是我们常常关心的 这是我为什么要把八九年 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段 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那个时候啊 我们在这个医师事务所啊 经常接一些啊 办一些案子 那么八九年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个学生运动啊 最初我们也没有觉得要要要怎么样啊 要引爆很深都没有 可是啊 到了啊 六月三号的夜里 那一天呢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是因为我们出去找人啊 出去找人 因为我的家就住在这个长官街的那个附近啊 这个不算很远 所以出去找人的时候呢 找到一半就被卡在那里啊 为什么说卡在那里呢 是因为啊 军队已经进城 我们已经走不掉了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啊 我就知道说 就在那天夜里啊 六月三号的夜里啊 整个军队就不停的往城里啊 这的时候 那我就记得 我跟着人群就往外就往就往回跑 跑着跑着就不能再跑了 因为啊 开始大家都说是假的 不用怕 就发现有人劈了啪啪都被打在地下 身上是出的血的 那就不是假的了 所以我们就都趴在地下了 所以趴在地下的时候啊 可以说 那是我一生当中啊 我跟死 就是可以说 非常非常接近的时候 如果说 我把头抬起来 可能几分钟以后 我可能也就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趴在那里 在我旁边 有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脸 他叫什么 什么样子 我都几乎想不起了 只是一个年轻的 一个男学生 戴个眼镜 丝丝纹纹的 我们都趴在那里 他的手还居然摁到我头 说你不要抬起来 抬起来会打到你 可是我们都趴在那里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手就没有力气 一直摁着我的头的手 就没有力气了 什么时候没有力气的 我也不知道 等到一个方阵 一个方阵过去 你中间有一个尖歇的时候 我就记得过了一阵 我们慢慢地爬起来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年轻人已经不在了 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他叫什么我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 他又去了哪里 我更不知道 我只知道曾经有一个非常年轻的脸 在我旁边 曾经用他的手摁住我头 希望我不要被打倒 我只记得这一件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在我的心里 就有一股恨 有一股怒 非常的愤怒 我就看到那个车 一列一列的车过去 上面写的非常醒悟的字 上面写的是 人民的军队爱人民 所以我当时就是心里 说不出来的 看了那个东西 觉得是非常的讽刺 心里就充满了恨 跟怨 就想这个国家 我再也不想要 我再也不想在这里了 这就是当时我的心情 我恨痛 我恨痛的政府 我恨痛的一个国家 尽管我的父辈 我的父辈都是军人 回去以后 我就不能够面对他 我想我不能够接受 说像我的父辈 他们这样的人 可以来打这些年轻的人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说那个时候 金光文以前还有理想 说用我们这一生 说有限的经历能力 可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 在内可以 就是说在6月3号的夜里 或者是6月4号的凌晨 上午夜 就是黎明前 那一天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其实就画了一个句号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 从此以后 我对这个国家 再也不会有任何的理想 任何的幻想 不抱任何的希望 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怎么样呢 盼望说有一天 我可以离开他 有一天 我可以永远不回去 再也不要他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情 我还记得接下来的几天 我就知道 陆陆续续有个坏消息 就有了 有一些同学被抓走了 有一些学生 这个就是我教过的学生 也被打死了 所以心情非常非常的暗 我记得那几天 天啊 其实不是说他这个没有太阳 可是那几天啊 我相信住在北京城里的人 那个时候 我们的感觉 天 不知都是黑 没有亮过 满街都是军人 我还记得 我们家后面有一条河 叫做永定河 是一个护城河 我相信这条河既没有护住这个城 它也不安定 那里面全是什么 全是老百姓把那个枪啊 偷了以后 就抢来以后 就丢在那个河里 所以很多军人就在那个河水里面 就在那打捞 捞那个枪 枪支 我记得我在那天晚上 坐在那个河边 看那些军人在那里打捞那些枪支 我也不懂 我不信神 我也不懂有神 我只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绝望 我就对天呼喊 如果老天有眼 你知道中国人一绝望了就喊老天 所以我觉得 如果老天有眼 你就不应该对这个国家这么不公平 我那时候我跟上帝 现在知道说对天呼喊 向上呼喊 其实是向神发出国呼气 我那时候就说老天 如果你真的有眼 你不能够对这个国家就这么呼气 你要对这个国家做一些什么 这就是当时我们的心情非常非常的绝望 就在那个时候 非常非常的巧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说无路可走 以前可以说 这个国家 不管怎么样 不好是因为没有法 我们学法 学了想说好 虽然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有法比没法强 法治不健全 没有关系 慢慢把它建立 总之总是抱着幻想 总是希望说 这个国家 后面会比 会越来越好 就是这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想法 可是到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这个想法了 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还能够做什么 什么也没有可做 去哪里呢 也不知道该去哪 也没地方该去 就在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的先生 他现在也是牧师 那么他也是我大学的同学 所以也是学法律的 不过他不愿意做律师 他说那都是形而下的事情 他不屑于做 所以他是研究法律的 那那个时候呢 他在这个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正好这个美国的一个法学基金会 这个福特基金会呢 就到中国每年招12个 比较优秀的这个研究人员 到美国来读书 社科院呢 就法学所就他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无意中的落网分子 因为他 他没有在单位里 没有在他们法学所参加任何 这个什么游行啊 什么他都没有参加 他去哪儿他回学校去 所以呢 法学所唯一一个 没有参加这些活动的 就是他一个 所以就一阵审就通过了 就让他去面试 面试之后呢 福特基金会就送他到耶鲁 耶鲁大学法学院去学习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突然就觉得 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没有地方走了 我们也没得可坐了 突然我们知道 我们眼前有一条路 可以到可以到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法学院里去 去研究世界上最好的法律制度 这就是当时我们想的 所以我记得我跟我先生还在讲说 你就去吧 去了以后你学完了 把这个最好的这种最先进的 或者说最最最最优秀的一些 我们叫司法体系带回来 说不定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 虽然我们是说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去忘 可是你知道吗 人心里是不会停的 人真的不会停 但凡有希望 他还是要去做的 那个就是我们当时的这种心情 所以当时呢 我的先生就自己 一个人就来到美国 可以说他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 谁也不认识 没有他不认识一个人 更不认识谁 就是一个人就来到 来到耶鲁法学院 到了法学院呢 他呢也不是很会打理生活的一个人 所以很快呢 其实半年不到 他就进医院了 就住院了 我这个都记不得他什么毛病了 反正总结他就住到医院里去了 而且每一封信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话可打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打电话 要到这个 我记得我住在北京 在西城 要到电报大楼里面去 拨长途电话 不是说像现在 这个在家里直接可以拨国际长途 根本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 还更不要说什么email什么 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没听过这些东西 所以呢 每一封信里就告诉我说 我的皮带的那个眼又松了一个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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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个 又多了一个 到最后又扎了一个 总之 那个据说这个人就越来越不行了 最后就到医院里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说了 你可不可以过来照顾他 就让我过来照顾他 所以呢 其实我也没有离开过家 我的父母其实也很不愿意 不愿意我离开 那我父亲说 你再不去他大概就快没了 就这样子 半年之后 我也就来到 也就开始要办这个手续 来美国 你要知道 我的部门是司法部 大家都说司法部是铁大门 几乎没有人可以自己出来 自己自就是说自己 因私出国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就办那个手续的时候 一道关一道卡 半来半去 总之 其实现在想的很顺利 可是在那个情况下 半来半去的 花了很多时间 我就记得 每一道关卡 让你都觉得 那么丑了 每一道关卡都那么丑了 明明是应该这样做的 他一定要给一点难处 所以我就记得 我当时拿到这个签证 拿到这个护照 我拿到手之后 你知道我说一句什么话 我跺着脚说 我说我这辈子不再回来 这就是我说的话 可是你知道吗 上飞机那一刻 就在上飞机那一刻 我记得 因为那时候出国的人并不多 所以我的朋友就为我高兴 而且你知道我去哪里呢 我们那个地方 耶鲁大学 你知道它那个城市叫 New Haven New Haven叫新港 可是那时候我们英文不好 我们就管叫New Haven 就是英文叫新天堂 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 哎呀你是大难不死 到新天堂去了 你去到那边 真是到美国那个地方 好好享受 可是你知道 那么多朋友来送 我记得 黑呀呀一片 那些朋友啊 同事啊 家里的那个 自己家里的人啊 亲亲啊 从小长到同学呀 都来送行 一大片就趴在 那个时候的首都机场 不像现在 都看不到了 隔得很远 那个时候啊 就一刻 一片玻璃 一片玻璃挡住 人就挡在玻璃外面 黑呀呀一大片 就向我 就是挥手告别 我们记得 我一个人 飞机的那个方向走 走得一半 我就一回头 就那一刻 我就觉得 我也走不动 为什么 我就觉得 我是全世界 最没有良心的一个人 那就是我的心情 我站在那里 我就在想 这是个什么时候呢 是一个全世界 都在骂这个国家的时候 全世界的手指头 都在说这个国家 没信 没义 没道德 这就是我们国家 所背的 所有的名分 我也说过 我再也不想 回这个国家了 可是啊 就在那一刻 我就在想说 无论如何 我是在这块土地上 长 在这块土地上 生 在这块土地上 享受了一切好处的人 可是我今天 在全世界的人 都在骂他的时候 我也要以他而去 我就觉得 我是世界上 最最没有良心 没有道德的人 那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那个时候 他们都看不到我 可是我就知道 我的眼泪 就像那个下雨一样 一下就再也停不了 你知道这个眼泪 能流多久 就一直从北京 流到了永远 一路上就没有停 一点都没有停 不能停 不能停 心里说不出来的 那种难过 往前走 我根本不知道 美国跟我有什么关系 往回 好像也回不去了 这个国家 是我又放不下 我又不愿意留 我又不愿意留下 就是那样一个 挣扎的心情 有一个小孩子 坐在我的旁边 一直在问我 说阿姨 你为什么总在哭啊 我说因为阿姨想家 那你干嘛 还要去美国呀 小孩子很聪明 我一句都拿不上 我一句都说不上话了 我就想是 我既然想家 我为什么还要去美国 所以就是 那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情 又恨 又爱 又放不下 又要离开 又要走 那就是我们那一代 在八九之后 六四之后 所带给我们这一代人 心里的 那个时候一种挣扎 我就在那种情况下 就到了纽约 到了纽约 我也是不认识任何人 除了我的先生里外 我现在我不认识 我也是不认识神 我还记得飞机快到美国的时候 看到这个美丽街这块土地 我记得那个 在飞机上就有人喊说 美国到了 美国到了 所有的人 那时候飞机的人很少 都趴在那个 那个飞机的窗口上 就往外看 我记得有一个人就说 美丽街 这就是美国美丽的国家 我就记得当时 在飞机上真的有人这样讲 我心里就在那里想 这个国家 真的很美丽 你在天上看 非常的美丽 再美丽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根本就不属于这 我跟他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再好也不是我的 再好也跟我 没有丝毫的这种 connection 这就是当时 非常麻木的那种感觉 看着这块美丽的国家 所以下了飞机之后 我的先生就来接我 从飞机场一出来 就上了机场的大发 然后呢就做出租 你知道我的脚 从飞机上一下 踏上美国这块土地 再上了出租车 到了家 再一脚 再踩到地 你教我踩到哪里去了 已经到了耶鲁神学院 我就住在 我就怎么也想不出来 我的先生哪里不找 找地方住 哪里找找不到 找钱找不找 找后找不找 最后美国的学生 让他找来找去 找个地方 就在耶鲁神学院的家属宿舍 因为只有那里有apartment 你知道学生都做dorm 那么我来了 我们就不能住dorm 所以就只好住在 这个apartment 这个building里面 所以那个就是 后面上帝为我预备的神学院 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懂 所以我们就到了神学院 住在这个地方 非常漂亮 以后你们有机会 如果去耶鲁的话 我劝你们一定去看看神学院 因为你知道在美国 很多的大学 长青城大学 都是从神学院开始 耶鲁大学也是 神学院开始 然后才有什么 什么商学院 法学院 这个学院 那个学院 最后成一个university 最开始都是神学院开始 所以每一个学校开始的时候 神学院总是在最漂亮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上帝最荣耀的地方 所以神学院 耶鲁神学院 是在整个New Haven 这个城市的小山上 小山丘的山顶上 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每天 你知道那个环境因为美啊 所以每天这个很多人就坐在外面 就看风景 那我没事做肯定也是要看风景的 但我不看风景 我没心情看风景 因为什么 我就在想 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天也好 这个 人家说 美国的月亮比中国都圆 我一点不否认 因为确实 这个天气太好了 没有污染 所以你看着那个月亮就显得圆 可是这些再好 跟我也是没有关系 我就在想 我的朋友还关在那里 曾经他们的我的朋友的父母来找我说 这回可用到你了 因为你是学法律的 你是律师 这个可不可以帮我们接这个案子 我接下来的案子 到了这个事务所里面 我们的主任说 对不起 这一次所有跟六四有关的案子 必须是党员 才可以辩护 也就是说 你是律师 你还要是党员 非党员人士 没资格辩护 你要知道我学了半天 我连资格都没有 我连辩护的资格都没有 我帮助人的资格都没有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形 那个时候我坐在耶鲁的神学院的后山上 我每天就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呢 砍飞机 没得干就砍飞机 为什么呢 为什么砍飞机呢 天天都在想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你知道那时候说了 我打死都不要回去了 可是我到了美国第一天 我就坐在那里看飞机 我就在想 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回到 那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去 我那么多朋友还关着 我那些年轻人 他们出不来 他们还在那里面 接受各种各样的审查 我就在想 凭什么我一个人坐在这里 跟这些不相干的人坐在这里 享受所谓的新天堂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一点也不高兴 看着看着飞机 我就会坐在那里流眼泪 你知道吗 如果说没有上帝 我自己都不能相信 所以我坐在那里流眼泪 上帝就看见了 所以他就拆遣天使 真的是天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讲话 我全听不懂 你知道那些神学生吗 我们那个时候神学院 没有什么亚洲人 我跟这个我的先生 大概是住在那里的 唯一的一对亚洲人 而且他还是法学院的学生 他还不是神学院的 那么我坐在那个 坐在那个草地上 望着飞机流眼泪 你想一想那些神学生 会放过你吗 你们现在坐大街上不流眼泪 拿车拉你们来 那些人呢 看着看着就觉得 这人一定有什么问题 所以就过来跟我讲话 他们讲什么我全都不懂 因为我不会英文 我一句英文都听不懂 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 我就很害怕 我觉得他们在讲什么 我也不懂 所以我就站起来就走 到后面 只要看着有神学生冲我来 我撒腿就跑 他们从那边来 我从那边跑 有一天呢 我跟我先生一起 一起在走路 就碰到那几个来找我的 那几个神学生了 那个神学生就跟我先生 就在讲说 我们看见你太太每天坐在那里 有眼泪 她说她有什么事吗 她说她想家 她说 她要不要学英文 说如果她要学英文 我们可以来教她英文 所以 我别人听不懂 这句我听懂 我就站在那里点头 然后我先生说 你说你赶紧说yes 我就说yes 然后呢 这个神学生又说 那好不好 一个礼拜 你就来我家三次 一个礼拜 因为那时候放暑假 学校都没有人 一个礼拜 你到我家来 我教你三次 我还没听明白 我先生就用脚 赶紧踢我一下 说yes 我说yes 就这样 就把我们的课定了 回到家 她就高兴地跟我讲 你知道吗 我在这边 找一个Tutor 找一个专门的辅导 一个小时要72块 你这个是免费的 所以你很 太幸运了 一个礼拜三次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想 很高兴 你知道我的故事 就从这里 就真的开始了 我跟上帝之间的故事 就真的开始了 当然之前也是有 是神的预备 那我就 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神学生家里 好不容易盼 盼到那一天去了 去了以后 我还在想 我拿什么课本呢 我应该怎么学 怎么开始跟他们学 不用你操心 你知道神学生 你们是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 有没有人教你的英文 如果你到教会去 比如他们有专门教英文的班 你知道他们都用什么做教材吗 圣经 圣经 你看都聪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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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是 拿圣经来做教材 拿圣经做教材 我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以前听说过圣经 那么这个英文圣经 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见到 那上面的字 他认得我 我不认得他 所以我到回到家里以后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他们用圣经 给我做教材 他说当然了 他们是神学生嘛 所以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你知道我先生学哲学的 他讲话呢 就非常有哲理 别人的话我不听 他的话我要好好听一听 他就说 他说我就告诉你 这本书我读了 我住院的时候没事干 一个韩国学生 送给他一本圣经 所以他从头到尾读了 他说我就告诉你 这本书是什么书呢 是一本全世界 所有的学者 最有智慧的人 放在一起也读不懂的书 我一听 那我还读什么 他说可是 没有文化的老太太也能读懂的书 sons philosophy right 听上去多久学 没有文化的人也能读懂 全世界最有文化的人也读不懂 这书到底是读得懂还是读不懂 不管 他说你不用管 你就跟他们学英文最重要 而且这本书里的英文最规范 因为这本书是最好的书 这就是哲学家给这本书的评论 所以我就想 好啊 那就用这个教材吧 所以神先生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我 我就有了生平的第一本英文圣经 每天就隔一天就报这本书 就去跟他们上课 你知道哈 这英文学的并不怎么好 可是这本书就开始怎么样 bother我 这本书里讲的事情 让我就是觉得说不出来的那么拧着 我们北京也讲话就拧着劲 怎么都觉得不对劲 你那不好吗 也不是 可是你说的好吗 我怎么都没有办法跟他对上劲 特别是这个对我好的神学生 这几个神学生 他们的态度就令我更不能够来接受 有一次我就非常偶然的 看那书 开始我就想 从创世纪教起你想一想上帝造天造地造的那么神奇 你想一想我从来没有读过 我一看就觉得哎呀 这在就是讲神话了 本来就是神话了 所以我就在讲神话管他了 就这样子 那有一天无意当中我就问了这些人 我说就这书里讲的这些 其实就是讲故事 其实你们也不信 当然我们得信 of course 那表情啊 你知道吗 这简直我不能够接受 那个表情非常不介意 我们当然相信了 我就这一下我就急 这你们怎么能相信呢 说这当然 这怎么能不相信呢 我说这怎么能相信呢 我们就 我的英文又烂 刚才我吵就吵不过 就是那几句 就是不可能 这简直是不可不可 绝对不可以提 绝对不行 不是真的 就问那几句 that's not true 当然是 当然是真的 这本书里说的都是真的 我说不可能的 那时候还不会说 impossible 就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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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 天天就跟人家吵 吵得心情就不愉快 然后就多个脸就回来了 那学英文 学成这个样子了 我先问他 我说这些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人是挺好的 不用脑子读书 怎么回事 读生学的人都这个样子 大概都脑子不大年光了 这能相信吗 他们说当然了 of course 我说这怎么可能了 那我先生说 我跟你说这本书 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 也读不懂的 最没学问的人也能读懂的 我就想咱们不跟最有学问的人比 起码我比没有文化老太太还强点 我怎么就不能够读懂 我就不相信了 我自己就跟这本书较劲 越读越不明白 越读自己就心里越添读 就觉得 有的时候我自己能气得 想把它给撕掉 我真是不想再读 可是我跟这些神学生 再也分辨